今次的節目是由韓國貶康院贊助播出 北韓俄羅斯同時試射彈道導彈 美國航母將會停靠釜山 被中共勸服 馬雲突然間回國登上熱手 台商外企撤離 中國最富月圓出現就業困難 五星連珠景觀今週登場 北京驚焰火流星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3月29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朝鮮再度發射兩枚彈道導彈 引起美、日、韓三國同時譴責 韓國國防部當日宣布 美軍航母打擊群相隔半年 將會再度到訪韓國 美軍尼米茲號航母 將會在28日駛入釜山作戰基地 參與兩國聯合軍演 與此同時 俄羅斯海軍在日本海 試射超音速反彈飛彈 令東亞局勢緊張聲溫引發關注 朝鮮27日 再度試射兩枚彈道導彈 落在日本經濟專屬水域外的東海區域 東海區域外的東海區域 凡規則是宣布対象 美國政府置身上更加內容 和加密章谷 加密 assault 聯合軍的東海區域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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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海內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同一日 即日17日 在日本海从俄军舰队 试射两枚蚊式巡歌飞弹 俄国国防部当日公开了发射影片 并且宣布俄国海军 在日本海进行超音速 反船飞弹试射训练 并且透过Telegram账号 发表一项声明说 在日本海水域 太平洋舰队 针对一项模拟的敌人海上目标 发射了Monskitt巡歌飞弹 多间日本传媒报道 蚊式巡歌飞弹 由在日本进行训练的俄军 太平洋舰队舰艇所试射 命中约100公里外的假想敌方军舰 据了解 俄罗斯导弹发射一个星期前 两架能够携带核武器的 俄罗斯战略轰炸机 T-95在日本海上空 飞行了7个多小时 莫斯科说 这次是一次计划中的飞行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已经结束了一年多的海外生活 回到中国 消息人士透露 新任总理李强 从去年年底开始 要求马云回国 阿里巴巴集团持有的南华早报 3月27日 和多家大陆传媒报导 马云当日现身杭州 参观了云谷学校 这间是一间 由马云在2017年资助的私立学校 一时间 马云已经回国的话题 冲上微博热手 网传影片中 马云乘坐一架考斯特 不时和身边的人交谈 据称车里 还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 兼行政总裁张勇 以及马云集团 执行副总裁邵晓峰 马云之前 已经在海外旅居一年多 自2020年10月 公开批评中共监管机构之后 闲又公开露面 2021年年底 马云离开中国大陆 旅居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就在马云回国的消息曝光之前 彭博社还在报道说 中共近来一直在努力 说服马云回回中国 希望借此展示政府对商界的支持 但马云并未答应 报道引述一位熟悉事件的知情人士 说马云可能是北京收复当局 和私营企业之间 紧张关系的最佳人选之一 但马云对当局的邀请 一直持谈慎态度 并且说自己已经从阿里巴巴退出 现在专注在研究农业技术 路透社也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 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要求马云回国 李强认为 这个有助于平息外界 对中共打压私营企业的担忧 还有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当局要求包括和马云关系密切的人 好像他的商业伙伴前往日本 亲自劝正在那里停留的马云回国 自从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 成为中共政府监管打击的目标之后 马云选择在国外居住 象征着对中共治下 民营企业家一种无奈的抗议 一间中营私营企业的创办人 胡先生对彭博社说 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生意越大 对我们来说就越危险 马云应该继续 作为阿里巴巴的精神领袖 在世界各地旅行 这个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目前清楚马云选择回国的内情 以及他是不是还能自由出国受到关注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 习近平治国理政走次翻焗烧饼 一面焗焦了 急忙花一面继续焗 当初将马云从他创办的企业赶走 开始全面打击民营企业 现在将经济搞到一塌糊涂 又将他召回来 显示出亲近民营企业的态度 而马云是民营企业的标志性人物 是最好的利用对象 当应当经历了多次的沟通 博弈 还有反来复去的谈条件等等 而马云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国的这个结果呢 我觉得并不能够说明说 他就接受了当局的招案 说当局他真的相信了当局会给他很好的待遇 更可能的是 马云他其实没有这样的资本和条件 和中共的整个国家机器去进行抗衡了 他的产业他的亲人等等都在国内 他要么遵命回国 要么他就只能够成为郭文贵第二 除此之外 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太好的选择 李强要这个马云回国 来配合演绎出青山秀 那么马云他终归是无法拒绝的 中共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 重厂中国经济 外资撤离 企业相计倒闭 好多人至今找不到工作 连过去被誉为中国最富裕院的江苏昆山 现在也出现工人就业难的问题 有小台北之称的江苏省昆山市 曾经吸引众多台商投资 那不单止是中国最富裕的院之一 也是中国最繁忙的出口中心之一 但现在的昆山就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金融时报》报道说 随着全球经济前景疲弱 对中国需求变少 以及中美关系紧张 促使越来越多的台商和外资工厂撤离 贸易订单大幅缩减 导致昆山经济一劫不振 报道说由于订单减少 当地部分台商开始缩减员工人数 降低时薪 停发签约奖金 昆山间牢务公司负责人陈先生 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 现在不单止工厂招工需求少 时薪也很低 现在是16月17月 高原到18月就放年了 就没办法都是这样 现在厂里原来的员工 把价格也压得很低了 其他员工也不愿意走 就是因为厂里消息也不好 出来也没工作 现在日节什么呢 基本上都没有 代值的把工作都给压下来了 报道说因为订单减少 造成劳动力过剩 昆山很多工厂 已经开始拒绝年龄较大的求职者 当地工厂出货量减少之后 配套的物流业者也叫虎连天 一间同副市匡和和石合作的 昆山物流集团老板说 今年第一季度的出货量 比去年同期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 我们的司机曾经在上海港 找不到停车位 现在停车场有一半都是空的 一位物流老板还透露 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当地一些台厂 已经开始将部分订单 搬到越南和印度的工厂 昆山一名官员也悲叹 经济快速成长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 事实上中国目前经济放缓 百业蕭条 除了台商 不少美国企业 尤其涉及高科技的外资企业 都在加速撤离中国 西门子首席人力资源官韦斯 表示 公司正在招聘員工 并考虑在印尼、越南和泰国等地 增测工厂 现在不是外来投资测 而已 中国自己的企业恐怕也要测到外面去 从外面来做出口 不能在中国做了 所以现在的话 因为制造基地的外移 首先世界工厂角色的衰退 当然就立刻带来就业机会的流失 跟就业问题 Sony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泰国 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往印度 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个工厂 转占越南 鞋服行业的Nike、Unical、无印良品等国际品牌 也先行一步 将代工厂转向柬埔寨、越南、孟加拉等国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表示 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即将结束 天文学家表示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天王星 将会在这个星期连成一线 形成五星连珠的天文奇观 3月28日将是最佳观察日 到时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人都可以见到 包括在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地区 美国宇航局表示 大家可以在霧光降临时 在视野开阔的地方朝向西面看 这五粒行星会在沿越下方形成一道弧线 其中木星、火星和最光的金星 肉眼就能看到 而水星和天王星可能显得较微弱 需要借助望远镜才能看得到 到时不妨仰望夜空 一睹这个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 与此同时 在北京等地区也出现一个天文奇观 3月27日凌晨 一颗民众的行车记录仪拍下罕见异象 一颗耀眼的火流星画过北京的上空 先是闪力的蓝光 最后红光 出现三蓝一黄的光炎 将夜空照亮 然后坠落 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俊介绍 流星的光度达到金星的光度 就可以称之为火流星 从民众拍摄的影片来看 这颗火流星好光 而且比平时见到的火流星更大 它在滑落的时候发生碎裂 有可能会有银石坠落 中国自古认为天罪银石是不祥之兆 人间将有大事发生 唐代著名天文学家 预言家李淳峰所住的《月耳尖》里记载说 流星是上天的事者 飞行在不同的星宿中 向人间展示天境 大家见到的流星大 对应的流星的使命亦大 对应的人间事件更大 将会发生的灾难更重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976年吉林罕见江洛大尹石 同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也在同一年毛泽东周英来朱德等 中共党灰和大人物病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健康的资讯 小孩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肺都是粉红色的 随着年龄增长 肺部会受到各种灰尘 灰染物和病毒的侵害 肺细胞数量开始减少 呼吸变得越来越弱 如果肺成为了病毒攻击的目标 生命也会随之消逝 扁康院是徐孝石院长50年来 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成果 帮助世界各地16万名患者 多份SCI医学论文证明 扁康院可以有效改善肺部健康 在小时候经历过扁图线发炎的徐院长相信 清干净肺部可以帮助大家摆脱疾病之傲 当肺好转了之后 在颈部的扁图线都会变得更加强壮 可以识别二百多种流感病毒 和几十种肺炎菌 肺病不是老人家才会有的疾病 可能随时发生在你的身上 扁康院可以达到清肺的效果 增加肺活量 令你的呼吸更加畅信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扁康院的海外官方网站 了解一下详情 网址是www.pyunkang.us 他们都有多国语言的查询热线 香港、台湾、欧洲、澳洲、日本都有